行动党太平国会议员尼可敏 因为在开斋节期间上传了两张面子书贴图 掀起了不尊重伊斯兰教和侮辱开斋节的争议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利表示 警方在接获投报之后 已经援引了煽动法令调查这起案件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利·阿布巴卡 今天出席副首相拿杜斯里·阿莫扎西的 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时指出 警方已经接获一些针对尼可敏面子书贴图的投报 对此当局将转开调查 卡利提醒民众在多元的社会里 不应该发表类似的敏感言论 更何况尼可敏是一名国会议员 他强调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 第298条文和煽动法令调查追踪案件 尼可敏在开斋节期间 在面子书上载两张贴图 包括含有美国其背景的图片 和用佳节礼金嘲讽政府的漫画 引起轩然大波 NTV7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手组合报道 新疾病